吃榴莲的季节,突然想喝榴莲鸡汤 喜欢的人觉得好香,不喜欢的人觉得在炖扁扁 买个榴莲回来,真香啊,先把肉取出来 小心别扎到手,肉还挺多的 把里面的果羊切出来 至于可留给不听话的男人 准备好所有材料 榴莲果羊剪小块 红枣对半剪开,去合 一切就绪 准备煞锅,倒入焯好水的鸡 榴莲果羊,三小块榴莲肉 红枣 倒入适量的开水 大火煮开,中小火煲一个半小时 最后5分钟放入枸杞 汤包好了,香气扑鼻 猪头说为什么榴莲肉煮不烂 不是煮不烂,是用中小火煲,别翻它 这堪比十全大补汤的榴莲鸡汤包好了 先吃块榴莲,再喝汤 至于肉,我不太喜欢吃煲汤的肉 你们喝汤吃包汤的肉吗 喜欢就点赞收藏吧